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第一個 輸入 xi i等於1到n 這是樣本 這是樣本 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要說定義 ji i等於1到n 它叫做隱含變量 你看 在我們前面 Gauss Mixer Model和那個K均值算法裡面的隱含變量是哪些呢 Gauss Mixer Model裡面的隱含變量是 每一個訓練樣本屬於第K個Gauss的概率 而在那個K均值算法裡面呢 是每一個訓練樣本是否屬於第K個內 所以說這是它的隱含的變量 我們的目的 目的是這樣子的 目的 目的是這樣子的 Maximize 最大化 最大化一個函數 1θ 等於 i等於1到n 然後log p θ成立條件下xi OK 這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要最大化它 我們要最大化它 這個東西呢 θ是一些代估計的參數 那麼我們要最大化它 這裡作為用的是最大自然估計 最大自然估計 我們這裡沒有 沒有先去假設這些P是什麼形式啊 因為我們要退一個 退一個這個general的一個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大致用最大自然估計 我們要最大化它 接下來呢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的是 i等於1到n 然後呢 log 所有的ji 在這裡寫一個 所有的ji 然後呢 p xi ji θ 在這裡呢 我們用到的是 用到的是相當於 在這裡呢 你把一個變量的這個概率密度 變成了兩個變量 但是呢 你在這裡進行的一個加合過後呢 所有的這裡加起來就等於它 所以說這是 這是大概的 這是這個概率 概率密度函數 學過概率密度函數的同學的話 這裡將會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例子 因為它這裡對所有的ji這樣求和的話 就把它變成了兩個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設 qi 為ji的概率分佈 所以說 如果說它是一個概率分佈的話 那麼將有是這樣的 所有的ji加起來 qi ji 是等於1的 OK 假定我們設這個概率分佈了 設出來的過後呢 那麼在這裡的話 我們將會有下面的式子成立 下面的式子的話 就是說 1θ 它將等於 同時乘一個東西 再除一個東西 log 然後呢 這裡是 所有的ji加起來 這裡呢是 qizi 然後p xi ji θ 這裡是 qizi 這裡相當於是一個技巧 就是說 同時乘一個 再除一個數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又要用到 我們曾經證明Softmax交叉商的公司 叫做 jensen's inequality 叫做jensen不等式 根據 jensen's inequality 這個東西呢它大致它說的是這樣子呢 它說的是f1x 就是說fx是這樣的函數 假設fx是一個這樣的函數 如果fx是一個上圖函數 是一個大致它是一個這樣的函數 你看我們就是用log這個函數嘛 它大致是一個這樣上圖的一個函數 則f的ex大於等於e的fx OK 這是大家在信息論裡面會不斷地被學到的一個公式 就是說在這裡呢 在這裡呢 如果它是一個這樣上圖的話 那麼它將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形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這裡 我如果要多畫一下的話 大致就是這樣畫了 你看 這裡連一條線嘛 這裡是x1 這是x2嘛 接下來呢 這裡呢 這裡呢 將會有一個 交上去的話 將會交出兩個點來 將會交出兩個點來 而這一個點呢 它是 它是 e的fx 而上面這一個點呢 是f的ex 這是整個這個圖像的話 它就會將是這樣的話 因為log是一個這樣的函數 又有這個東西存在 所以說我們直接就能夠得到結論 這裡是f的ex 它將大於等於e的fx 所以說1θ將會 大於等於i等於1到ne的fx 然後這裡是 ji 所有的ji 加到一起 qi ji log p xi ji θ 然後這裡是qizi 這裡是他的一個 以一個利用堅森不等式過後 得到的一個結果 然後呢 然後呢 在這裡的話 要取等號的話 是這樣子的 當且儘當 qizi 與pθ條件下 xizi 乘比例 乘比例的時候 是等號成立 等號成立 等號成立 所以說 所以說的話 所以說的話 你或者 這裡也是 堅森是iniquity 它所imply的一個東西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所以說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當qizi等於如下的時候 等於pxizi 然後以θ為條件 然後除以一個 所有的ji加到一起 然後pxizi θ為條件 使 1θ取最大值 1θ取最大值 這個最大值 將會等於的是 i等於1到n 然後呢 所有的ji qizi log 然後pxizi θ為條件 然後qizi 這是整個這裡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當且儘當 qizi跟pxizi 成比例的時候 等號成立 所以說 而且通過這樣子 我們推出來 qizi如果等於 相當於是 這個p 根據以ji 為這個 為這個主要的分量 來進行概率的分配 這樣取得的這個qi 使1θ達到最大 而且使最大值 取這麼多 OK 這所有的情況下 都是在θ確定的情況下 都是在θ確定的情況下 這個獲得的這個狀況 獲得的這個狀況 獲得的這個狀況 基於以上的推導 我們可以推出 EM算法的一般形式 基於黑板左面的推導 我們可以推出 EM算法的一般形式 EM算法的一般形式如下 EM算法 第一個 隨機選θ 第二個 e step 是 qizi 等於 p xij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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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這個條件 除以 i p x i i θ 為條件 OK 首先把 i的分佈 用這個式子來求到 第三個 固定 qizi i 求 θθ θ θ θ的6 其中θ θ6等於這個東西 它等於的是 Arg max 所有的θ 然後 這邊是 i等於1到n 然後 ji qizi qizi 然後 log p xi zi θ 然後 這裡是 qizi 第四步是 重複二酸之收斂 回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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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我跟上次以前面寫的完全保持意義對應 回到2 循環至收斂 OK 這是所有的狀況 這是所有的狀況 接下來呢 你看 首先它是隨機選取θ 然後根據這個θ 根據現有的這個p 根據現有的這個狀況 我們來估計這個qizi 用相當於是基於這個ji這裡 取了一個 取了一個規律化 我們得到這個qizi 第三步 固定qizi 求θ的新的一個θ的話 它是要最大化這個東西 它是最大化 這裡這個東西 OK 所以說這是整個這個 第四步回到2 去進行 回到2 然後呢 這裡的話 相當於是不斷的這麼 不斷的這樣子的一個 迭代的一個過程 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要說 這個收斂性該如何去證明呢 這個收斂性該如何去證明呢 我想這裡應該最大化 OK 這個收斂性的證明其實也比較的簡單 我們試著把收斂性的證明來寫一下 這個證明 當然我們要證明的話 我們還是把這裡相對故意化一點 這裡是θ0 假設這裡是θk OK 那麼這裡假設是θk加1 然後呢 這裡是θk OK 這裡是θk OK 接下來呢 我看一下 這裡應該沒有問題了 相當於我們 這是第k部的θ 這裡估計的是k加1部的θ 所以說這樣子應該沒有問題了 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要證明的話 收斂性證明 你設mθ 它等於的是i等於1到n 要所有的ji加起來 然後呢 在這裡qiqi 然後呢 logpxixixi θθ為這個條件 然後qiqi 假設說mθθ來做的話 那麼則 2做完後 eθk 等於mθk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裡被保證 在這裡被保證 因為當qiqi 第二步的是重新分配qiqi為下面的形式 這裡已經證明了 如果qiqi等於它的時候 eθ達到最大值這裡 而這個最大指導我們設的是mθ 所以說第二步做完過後 eθk等於mθk 3做完後呢 3做完後的話 你看3的話相當於是要 是要去找一個θ最大化它 最大化底下這個公式 所以既然是最大化 所以說mθk加1 它是大於等於mθk的 OK 第四步做完呢 接下來呢 接著重新做第二步 接著第二步 接著第二步過後呢 第二步 第二步呢 又會是1θk加1 等於mθk加1 大於等於mθk 等於1θk OK 所以說根據這個公式的話 你看這個e每做一步 根據這個公式的話 它的這個e將會不斷的增長 同時這個e它是不斷上升 但是e有上減0 eθ有上減0 小於等於0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所有log的p加到一起 它是所有的log的p加到一起 所有的這個probabilityp是小於等於1的 一求log的話 都在小於等於0的這個部分 再加到一起也都在小於等於0的部分 所以說eθ它是一個小於等於0的有上減 有上減 有上減 一定最終讓eθ eθ收斂到一個 收斂到一個具體的一個數值 用這種方式 我們就證明了這個收斂性 我們就證明了這個em算法的收斂性 接下來還有相對關鍵的一步 就是怎麼樣子對應 我們前面講的頁面算法 一個高斯混合模型 一個K均值算法 怎麼跟這裡對應 怎麼跟這裡對應 對應的狀況是如下 我們試著講一下這個高斯 講一下K均值算法怎麼跟它對應 你要對應的話 其實相對於你要對應的話 你只需要設一個這個東西 你看我們接下來 然後我們把這邊的算法寫在這兒 接下來我們具體化這邊 我們具體化這邊 你看 我們試著講一下K均值 以K均值算法為例 我們試著來講一下這個對應的關係 我們以K均值算法為例 你看 那輸入Xn 我們代求的θ是什麼呢 在K均值算法裡面 代求的是K個距類的中心 它等於的是μ1μ2 K個距類的中心 這是代求的 輸入是X 代求的 那麼接下來 你要利用這邊的這些推導的話 你唯一要做的事是什麼呢 唯一要做兩件事 第一個 第一件事叫做定義J 定義J I等於1到N 那麼每一個JI呢 它等於的是1 2 3 一直到第K個內 相當於是 每一個J它是隱含的變量 它表示的是XI 屬於這K個內當中的 K個這個內當中的哪一個 所以說的話 JI的話它就是1 2 3這樣子的 接下來第二個 定義PXJ θ 它等於什麼呢 我們接下來要定義它 它等於的是這樣子的 根號2Pi的第一次方分之1 EXP 負的2分之 X減掉一個μJ的平方 當J等於ARG max min最小的J 然後X減掉一個μJ 磨10 它等於0其他 OK 我們要讓EM算法整個的這一套 變得自動 我們只需要定義這兩個 首先定義 JI是什麼樣子 同時定義P Xθ 存在下的XJ是什麼樣子 我們在這裡定義的 定義的 因為這個K君子算法 是winner takes war 是贏者通吃的算法 如果說某一個μ 它隔X最近 那麼我們把所有的概率 全付給它 如果說 那剩下的μ 只要它隔X不是最近 我們讓這個概率全變成0 這是這個 叫什麼K君子算法 最主要的一個狀況 接下來我們可以 對照這邊的這個算法 我們一步一步的 推出K君子算法 推導稍微複雜 但是也不算是這個 也是大家能夠理解的 第一步 隨機取θ 我在這裡 我讓兩邊一一對應起來 所以說我把它拿下來 我讓兩邊完全的一一對應 去 θ等於μ1 μ2 一直到μK OK 這第一步跟它一一對應了 第二步 QIJI 在這裡第二步 我們要求QIJI 它等於的是什麼 等於的是 P XI JI θk 然後呢 然後這裡呢 它這裡是所有的 JI P XI JI θk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首先這裡是一個1 當 JI 等於 ARG max 明 所有的J 的時候 XI 減掉一個μJ 是 磨的是 0 其他 因為 你上面如果規定的P是這個樣子 順理成章的底下的QIJI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只有當 JI等於是 讓 JI是這個下標 適時讓這個X X 跟它最近的一個均值 最近的一個均值的時候 這裡是1 其他地方是0 你只要規定的上面 你這裡順理成章的求道就是下面 第三步 第三步 第三步的話相對來說難一點啊 θk加1 它等於的是 ARGmax 我抄這裡 就是說 ARGmax 所有的θ 然後這裡是 I等於1到N 然後這裡是所有的JI QIJI 然後這是QIJI 然後這裡是Log 然後這裡Log的話應該是P XI JI θk 然後QIJI OK 接下來我們要試著來寫一寫到底是什麼樣子 到底是什麼樣子 它等於的是 接下來 ARGmax 然後它這裡的話 你看我要讓所有的這裡加起來 要讓這N個東西 這裡就這麼加起來 然後要讓這個東西的話要一致的話 所以說的話 θk加1的話 所以說這裡將會得到的是μJ 然後μJ 它比如說它的新的一個東西 它將等於的是ARGmax 所有的μJ 然後這裡將會是 I等於1到N 然後JI等於J 然後Log P XI J 這裡θk OK 這裡的話相當於 每一個θ的話 我把一個 單獨的一個θ μJ拿出來 那麼 所有的在這裡面 跟μJ相關的像 有哪一些呢 相關的像 有這麼一些 你看 這裡是I等於1到N的求和符號 這裡不變 這裡所有的JI加到一起 所有的JI加到一起 然後QIJI 我們在這裡說到 QIJI指在一個地方有值 指在一個地方有值 就是說 JI指在一個地方有值 就是說 所以說的話 這裡的一個求和符號的話 被拿到了這裡 被拿到了這裡 就是說 JI等於J的時候 等於這個J的時候 它才有值 所以說 而這邊的值呢 它將是這裡 這裡的話 這裡這一項的話 這一項QIJI 在有值的情況下 這裡是1 因為這裡是1 有值的情況下 這裡是1 再接下來 LogP XI 因為JI等於J了 所以說 JI在這裡被J代替 ZetaK 而底下 底下這裡 底下裡 當然你也可以除一下QIJI 而在這裡 底下除的這個QIJI 我已經說過了 底下除的這個QIJI 又是等於1 又是等於1 所以說 在這裡的話 所有的狀況 你要寫出來的話 寫得非常 相對詳細一點的話 它將是這樣 OK 換句話說 最主要的是 這一個求和符號 被拿到了這裡 OK 再接下來 再接下來 再接下來的話 就會是這樣的 我們要求這裡的最大值 我們要求這個東西的最大值 假設設一個 1 μJ 它等於的是 這裡所有的加起來 I等於1到N 然後 JI等於J 然後這裡是 然後這裡是 Log P XI J Θ OK OK 我們要求1的一個最大值 接下來我們要用這個 要用求導了 它等於 因為P的話 是上面那個公式 所以說的話 你試著變一下的話 它將等於的是 負的 I等於1到N 然後這裡是 JI等於J 然後這裡 負的 這這邊將會 求的1XP過後 是在這裡 這裡這一步 求的1XP這一步過後 這裡將會被倒下來 這會被倒下來的話 這裡將會等於的是 負的 1 2 XI 減掉一個 μJ 的 μ的平方 然後 減掉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是多少 這個常數就是 這個常數就是 這個常數是 是這裡 是這裡 這裡求的 Log過後的 根號2π 等等等等 這裡的常數 OK 所以說這樣子 求完了過後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 試著把它寫到 寫到這塊黑板上來 OK 我們試著把它寫到 這塊黑板上來 OK 我們試著把它寫到 偏1 偏1 偏μ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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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將等於什麼呢 它將等於的是負的 i等於1到n 然後呢 然後呢 這裡是 j 然後呢 這裡 將會等於的是 負的這裡的話 它將等於的是 這裡偏一下 2和2 約掉 這裡將會等到 等於的是 xi-μJ 這裡 然後呢 它等於0 然後這樣子的話 最終我們能夠推出來 μJ等於的是 所以最後我們能夠推出來的是 μJ 等於的是 這裡是 i等於1到n ji等於j xi 然後這邊是 i等於1到n ji等於j 這邊是1 OK 這實際上就是 歸屬於第j個 第j個這個 第j個這個中心的這些 所有的x 求了一個平均 求了一個平均 所以說這一項呢 就是 所有 屬於 d j 內的 x 求均值 OK 這是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 關於k均值算法 它的一個 一個狀況 就是它 它所做的事情呢 大致 大致 大致就是說 我們要 把這個 帶到這個 EM算法的這個 標準這一套裡面去 我們怎麼樣子做呢 我們的做法 將會是 就是 定義 ji的取值 同時呢 我們要定義的是 要定義的p θ的 θ條件下 xj 定義 定義好的這兩個 過後呢 接下來剩下的都是順利成章的一些推倒 但是這個事 這個事其實也不是那麼好做啊 實際的情況往往是反過來的 往往是反過來的 就是說 我們 先設計一個 先設計出這個EM算法 我們再去想這個p應該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寫 才能夠 才能夠順利成章的能把它 能把它推倒下來 關於這個K均值算法的推倒呢 相對來說還要簡單一點 而高斯混合模型的就是說 EM算法的推倒的話 我在這裡我放在了這個講義上 請大家自己回去 自己回去有空的同學的話 就是說自己回去看一下 這也是完全能夠看懂的 首先這也是完全能夠看懂的 OK 在這裡我們把EM算法的話 暫時講到這裡 我們講到了以兩個方法舉例 一個叫做K均值算法 一個叫做高斯混合模型 我們講了EM算法的標準的形式 同時我們也試著從標準的形式 推倒了整個算法的一個具體的流程和步驟 所以說同時我們講到了EM算法 就是說混合高斯模型 在說話人識別上的應用 以及K均值算法在這個 K均值算法在 矢量量化方面的應用 所以說的話我們EM算法的話 大致的這一個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 最後在這個EM算法介紹的最後 我要說這麼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第一件事情是這樣 第一件事是這樣 第一件事是這樣 EM算法 你時刻要注意啊 它求的是局部機制 不要把它當作一個 就說 首先這個算法有一定的優勢 但是我前面說了 它必然收斂 不需要設任何的參數 你如果用最T度下降法的話 你要設一些參數 類似於學習率啊 等等這些參數去 去逼近它 但是EM算法不需要做 做任何的參數 你只是把它不斷的疊代 第一它是收斂的 第二它是快速的 基本上你疊代幾次了 它逐漸逐漸都會比較快 而你如果用那個 隨機的那個T度下降法的話 它有可能它的收斂起來 你要不斷的調各種參數 才可以 第二個 這是第一點 就是EM算法 它有它的優勢 同時我要講的是 EM算法也有它的缺點 所有求局部極值的算法的缺點 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保證 用EM算法求到的局部極值 就比其他的算法求到的局部極值要好 我在這裡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假設我們用K君子算法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假設K君子算法 現在對於如下的這個點 來進行一個劇內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會是什麼狀況 OK 假設K君子算法 對如下這兩串點來進行劇內 我們看一下什麼狀況 它跟初始值的選擇非常有關係 假設我們第一個初始值選到這兒 我們都不用選這兒 我們選在這兒吧 這是什麼優衣 最開始 這是Mu2 這是Mu2 那麼我們試著來做一下循環 經過第一輪的循環 這裡邊 這裡邊所有的點 這裡所有的點 我們用兩支筆來表示 紅色的筆和藍色的筆來表示 OK 這裡是Mu2 經過一次循環 這裡面所有的點都是隔它最近 是吧 是說這一圈點都是隔Mu1最近 對吧 而這一圈點 我用藍色的筆來畫 這一圈點 都是隔這個Mu2最近 經過了第一次循環過後 這些點分到了Mu1 這些點分到了Mu2 再求一個均值 Mu1將會變到大致這個位置 這裡的Mu1 Mu2將會變到這個位置 再做接下來第二次疊代 第二次疊代 我們把以前的這個Mu給插掉 第二次疊代過後 它就已經收斂了 因為Mu1在這 Mu2在這 再次劃分 所有的紅色仍然在這裡 所有的藍色仍然在這裡 經過第二次疊代 它已經收斂了 OK 這是初始值選在這裡 和選在這裡的狀況 接下來我們換一種狀況 第二種情況是這樣的 初始值我們試著選一下 OK Mu1選在了這兒 Mu2選在了這兒 我們試著來做一下 首先哪些會被 哪些會被歸為紅色 哪些會被歸為紅色 請大家看一下 這些將會被歸為紅色 對嗎 這些將被歸為藍色 因為每一個點 這個點 這裡面紅色裡面 所有的點 比格他都要近 比格他比格他都要近 而藍色這裡的點呢 格他比格這個藍色 比格這邊要近 再接下來呢 經過一次均值過後 Mu1會來到了這兒 而Mu2呢 來到了這兒 Mu2來到了這裡 所以說的話 在這種情況下 接下來啊 收斂了 繼續收斂了 所以說你 請大家看一下 就對於這種最基本的狀況 你的初始值選擇不一樣 得到的結果 將是 將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說 在這裡的話 EM算法 包括任何其他的 求局不極致的算法 都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我們認為的最好 我們認為的最好 你也可以證明啊 你也可以證明啊 這種情況下 算出來的E 比這種情況 算出來的E 這裡 這個E的話 如果那個E的話 是那個 是就是說 所有的就是說 距離的這個 距離的平方和的話 這個E 比這個E要小 但是啊 我們在這裡呢 收斂到一個局部的極致 我們沒有辦法 跳到這邊去 所以說 這是 這是整體的一個 一個狀況 在這裡呢 我們要講的是 講的就是說 強調一點就是 DM算法它不是萬能 它所有對於這個 局部極致 也就是說 局部極致遇到的問題 它都有可能要遇到